Hello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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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女人真不開心 我心想問你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放了整個月假 我終於回來了 OK 今天在座 哇哇哇 很害怕 今天現在有我在場 鏡頭裡面只看到一個真人 就是我坐在這裡 然後有遠步床 你有你一個救了的次官 是不是 嗨 你好 你好 是的 次官說嗨 然後還有鏡頭後的小波連 Jolin 多謝 大家好 是的 你苟休復出 你真是很精神 當然很精神 你知不知道我狀態大勇 剛才那個帖子不是我出的 我要聲明 那個帖子其實是次官出的 那次官說的又沒有說錯 但就不是我的人的狀態 是我在這個四方城的狀態大勇 剛剛我是一家贏三家的 幸好後來後來 居上贏了大部分 但是只不過是贏四個水 好衛生 不要這樣 不要緊 這些贏輸不是多錢的問題 不要說我這些中文 真是沒有意思的 我的人生真是 唉這樣 那我放了一個月價 非常之好 其實贏得不夠多 其實加到你幾個零 我會開心很多 那我也可以放下價了 是不是 400元 嗯 我輸了50元 很衛生 唉 如果不是最後那幾個 我拉了兩次 你拉了兩次 你拉了兩次 你兩位呢 你好 似乎講這個題目 又是好像很對 又好像很不對 因為你兩位呢 那些在香港式拍拖 就不是好像現在 前個禮拜發生的事 那樣的 是 這些港式拍拖 我看呢 不是在你們的生活裏面出現的 唉 首先呢 我就沒有拖拍的 那這件 香港人港式拍拖 真的是 咦 那些聲音去了哪裏 OK OK 我想問呢 聽眾朋友們 你們現在聽不聽到清晰的聲音 是啊 就是我啦 次官啦 還有細波連 Jolene 是啊 知不知清楚的 知不知清楚 會有人回應我 會會會 我這邊有點疾疾的 是 我覺得你也有點疾疾的 但是其他 我那邊有點疾疾的 聽不聽到呢 細波連 我已經 我看劉心在聽著 次官啦 但是他也很疾疾 是 哦 哦 不是我啊 哦 是嗎 喂 次官你的WiFi 可能要更新一下 啊 好 WiFi不太流暢 你看我都加快 它一些 哦 OK 有Alan Moon 和 Mason Mason 都說清楚 是的 Thank you thank you OK 我們今天呢 就講 這個 最近的小事 都不是大事 不是大事 例如這個拍拖 是 是 是 然後我們會講 大大出手 是 我們都會講一下 這個欣平浸溫泉 大家不就很期待 哈哈 很開心 還有我們會講 什麼東西 英明溫泉是大灣區 是 其實配合這個 我們的財政司司長 陳茂波 波叔 是 叫我們大灣區融合的時候 洗軌去日本浸溫泉 去欣平浸 那其實都應該跟這個 吳局長說 想櫻花都不需要去到這麼遠 去武漢就可以了 是啊 是不是 所有的東西都有 是啊 大灣區很多東西都有 有13個地方 13個院士 第二 煙花都有 是 不用說櫻花更加有 就是了 你要什麼都有 是啊 要什麼都有 你要賭錢去澳門 是不是 你要看 買氣屯米長龍 所以我覺得 作為外國的建制派議員 你應該第一時間 要放棄你所有的國籍 你只需要一張回鄉卡就可以了 因為中國大地 神州任你行 要什麼有什麼 是不是 是啊 是啊 沒錯 根本不需要去美加 歐洲 這些邪惡的地方 作為外國的建制派議員 是不適合你們 崇尊貴的人去 崇尊貴的人 沒錯 是啊 喂 次官有人關心你 民主派有些都不用 啊 有些民主派 是 有些民主派老友都不用 都回去的了 現在都派回鄉證給他了 你看到 是 事實上 很多都不需要 想其他地方退路的了 就是 是我們這麼前隔 才走去美加拿 那些應該回去 祖國呢 共享這個太平 事官 你看加拿大 被人說你漢奸 是啊 不是漢奸1號2號來的 我已經是入了名的了 在漸中的時候 哎 漢奸1號呢 幸好不是我做 是 是 就很慘 就被馬鼎盛做了 我就做了第二號 是 那很奇怪呢 我老友呢 這個陶傑就居然沒有名 那呢 就有 就我覺得好像漏了少少東西 那你快些去信西環 加上陶傑的名字下去了 不是 那些又不關西環事的 小姐 那些是土共的東西 哦 哦 跟國家的東西 是不是 所以呢 我都不知道是 哪些是真 哪些是假 那 但是慢慢說呢 因為呢 講到這個 六七年暴動呢 這裏呢 最近呢 真是很多事講 不過留下一次講 今天先講這個題目 因為六七年暴動的時候 蘭湖又沒有出世了 是啊 小玻璃又沒有出世了 阿中 所以呢 要找你和蕭公 是的 我出了一世 蕭公自己也出了一世 六七年說 我的前世還在這個世界上活著 哈哈 你前世那條阿米巴 是 OK 還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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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菠蘿蓋好嗎 還好嗎 回來 講一下也可以 是 有人就說歡樂 阿Kim Hongzong 就說歡樂卡已足夠 什麼是歡樂卡 是啊 什麼是歡樂卡 你說歡樂祖我就知道 北韓這個歡樂祖的 是 極度荒人 極度荒人 是啊 傳說中要剝光牙齒 自己幻想 是啊 不需要解釋的了 但是 什麼叫歡樂卡呢 事官你知道嗎 不知道啊 是的 我也不知道 梅香卡 梅香卡 不是 有另外一隻叫做 另外一隻叫做 另外一隻叫做 另外一個方法叫做洗頭艇 是 但是洗頭艇不是的 洗頭艇就是歡樂艇來的 現在洗頭艇不是自願的情況下坐的嘛 是 不是 洗頭艇有啊 有自願自己去坐的 都有的 洗完頭回來的了 就洗哪個頭呢 就沒講清楚 哎呀很漂亮 是啊 是啦 嗯 你有沒有去洗頭啊 嗯 你沒閹過啊 你有沒有去洗頭啊 剛才講起呢 我的老友呢 有一篇文章呢 講得好的 他説呢 如果是 Yahoo.com Hong Kong呢 又可不可以呢 很自由自在地 看到呢 其他海外的訊息呢 會不會呢 你有VBN 有 但現在你翻牆都不容易 人家說在大陸 哦是嗎 是啊 但是你國家是很需要掌握 這個世界的脈搏的嘛 是啊 那國家一定會有這個機器 是可以讓大家看到外國的東西 那只不過是讓你選擇看什麼 我覺得 假如 這個中共偉大的領導人呢 其實是應該呢 放寬 但是選擇性放寬 怎樣選擇性放寬 就是呢 對他有利的那些呢 他就放寬 對他好像不是那麼好的那些 就不要被他看到了 所以其實呢 如果呢 你持了歡樂卡呢 上了去 鄰近經濟強國呢 你是上回香港的網站 你看看哪些上到 哪些上不到呢 其實都pretty much知道 但很奇怪的 有些人在大陸上Facebook 又上到的 但有些人上不到 好像是有時撞手臣的 有些人未必翻牆都上到的 不會的 你如果在這個叫什麼 羅湖城 你收到香港的網站 你是不是有機會上到的 但如果你是入到 東莞 什麼上海那些呢 no way 沒有完全想不到 沒錯 我沒有歡樂卡的 所以人生很悲哀 你那張都不是叫歡樂卡 by the way 是啊 我沒有說我們 還回這個話題 很多時候 那些想慣去的人都會翻牆 翻牆你的意思 即是可以收到香港的 甚至乎收到Facebook 但要翻牆原理上是犯法 所以是否選擇性給你看呢 我覺得這裏好像另外一位老友 鄭先生 他講到應該放寬了 應該香港人將來在大灣區 就是可以用香港的網絡全部收睇到 全部收視收聽到 包括我們這個節目也收聽到 這樣就OK了 恐怕這個大灣區區區長不肯過來 因為你想一下整件事 對呀 就是他做 他做就可以反口的 就是整件事 9加2 9個原市加2個特別行政區 但問題就是 如果是融合的 一定是我們融入他們那一套 不會是他們融入我們那一套 你看 就是方向是不會這樣做的 消費都是用人民幣 對呀 不能用港幣 對不對 我們今晚都講 譬如說港珠澳大橋 對不對 我們駕駛在一條路左邊 你的橋就是右邊 那我們到時怎麼銜接呢 今天才講起同行 對呀 炒車 對呀炒車 他不會是要你 不是你有好的東西 或者一些自由的東西 他也會有的 多數是他會牽制你的自由 但他就會拿你好的東西 其實我的比喻是什麼呢 其實是蟲草 即是他本身 就熟了在那裡 生歐歐的 對 接著那個蟲 食入了之後 他會取消了宿主 是啊 他取消了之後 你以為你還分得出 誰是宿主 誰是寄生蟲 是分不出的了 嗯 他已經整個將你僵化到的程度 你分不出誰是誰 已經融為了 所謂的鳥巢溝漸 是啊 你溝漸了 你也知道哪一隻是哪一隻 你也認到鳥巢本身不是他 但是現在蟲草就是 它變成了一條 懶是植物的東西 但其實它本身不是這樣的 即是不分離我 是啊 沒有的了 正如我們今晚的《打麻雀》也有說 我們去到外國的時候 那些人問你 Are you Chinese 難道他們問你 Are you Chinese from Hong Kong 還是他們問你 Are you Chinese from Mainland China 當然不會 還是Are you Chinese from Taiwan 這個是很嚴重的 是啊 你怎麼跟他們解釋 其實我們雖然 哦 我掉了咪 它很怕 剛剛跌下地 即是我們雖然 擔散血我們是不同的 是一樣的 但我們轉變政策是不同的 我們做的東西都不一樣 例如我們不會 當街脫褲蹲下 大街世界 是啊 是啊 我們就不會 這個 還有什麼 我們不會 在噴水池洗腳 在Versailles 就是凡宜蔡公見過了 是不是 你怎麼解釋 我不是做這些事情的 是啊 但是怎麼說 你怎麼撇得清呢 所以別人跟你說 如果你問你是否日本人 你真的馬上回應啊 老虎蟹都回應啊 是呀 漢奸3號 是啊 不過這樣 你知道呢 有些事情是香港同化了大中華 又不是沒有的 少一些 例如呢 我舉個例子 吳女卦 比如呢 埋單兩字呢 就已經同化了 以前呢 你回大陸就叫做結證 哦 傑赵 傑赵 它不是叫伙計的 叫服務員 回ня 就走進去 業次 但是現在呢 不要人叫結證的了 不懂聽你甚麼是結證 現在呢 就講埋單 啊 講埋單 那馬上來了,這就證明香港的埋單這兩個字 已經普及化,同化了國內 那我又想到另一個 另外還有一些是錯的,他寫買單,買東西他賣 他不知道賣字在廣東話是加賣的意思 即是執賣大約、賣堆的賣,即是加入 他不懂賣,他以為Berry只是賣床 是乖買單 他叫買單,買單是錯到不錯 他用廣州、港府、純正就賣單 加上這麼多項目,變成總數去付錢,就叫賣單 那這裏呢,大部份都會講賣單 寫有很多人寫賣單,那是錯的 賣單呢,等我們講講這個AA制,賣單有很多故事的 呂王,你講一下你那個還有一件什麼事 是啊,這個剛剛好,聽到我們就講這個AA制 但是有很多,你這樣講,我沒有想到語文那部分 其實有很多,但是很醜 例如什麼,很醜 剛才就說了,台灣就叫借贈 是啊,但很多人在台灣聽別人說賣單 賣單,也可以的,賣單、借贈 但是呢,大陸現在就是,始終說得對 你叫賣單,那些人是會理會你的 他們知道你做什麼,但是最噁心的是,他們學你用一個搞字 但是他什麼交都用來搞,又搞衛生啊 但是這是共產黨嘛 搞關係啊,搞你的幹部啊,搞你的妹仔啊 什麼都是搞的 生理上也是搞,其他東西也是搞,什麼都是搞 對,那種角色,那種反應就是搞搞搞 對,共產黨是這樣的language 很久以前都是這樣 但是你,supposedly,你中國語文遠遠流長 你有很多東西可以用的嘛 那你還是要選最醜醜的那些 就是他們什麼都搞,你不可以說是打掃衛生的嗎 是要搞衛生的嗎 是啊,這個呢,小弟呢,補充一下,給兩位小姐知道 還有啊,還有啊,始終最噁心的那些 哎呀,他被他搞了啦,這樣啊 但是他們那些不涵不淡的廣東話 又要學你這樣講 為什麼搞了什麼呢 你不是扮純情的,做你現在 就是我反眼你看,繼續 是,OK Batrice 繼續,是,司官,你講 但我呢,我講一點這個背景 這個搞字的背景,給兩位小姐聽聽 好啊 這個搞字為什麼會這麼流行國內呢 原來這個字呢,最早用那個字的時候 是我們無主席的,是我們無主席手用的 他那時候用這個字的時候叫做搞革命 大家聽過呢,速生產 所以他用那個搞革命呢,剔手邊做個高這個搞字 在這個字裡面,就就是說幹革命的意思 他都用了土話呢,就大力一點,所以叫搞 之後呢,毛主席經常用那個搞字呢,他又喜歡搞啊 那時候呢,什麼都搞啊 搞維生啊,搞女人啊,搞男人啊,哭難都搞啊 是 那變成呢,有了這個字呢,就我們廣東人一聽 就相當噁心 但是呢,大家知道啊,這個搞字 跟剔手邊的角呢,是兩個字 是 那個字呢,就是用手,攪拌 攪拌,攪拌 攪拌,攪拌 那個呢,不要用錯啊 攪女人不能夠用剔手邊的角 因為呢,你這個女人,你每隻手這樣攪拌 你真的要攪拌,就叫做攪拌 我覺得兩個都通用啊,次官 其實,如果我們在這個畫面理解上面,兩個都通用 不是的,你攪拌機後攪拌,你不通用手去撥 如果你加上想像力呢,就兩個通用 我到時解釋給你聽 一個無謂去攪拌 那個剔手邊的角那個呢,就很高難度的 是 我就未試過這樣攪拌女人 哦 事官,你圍在你的形象,你在咪池你千萬不要說 你有,有都要說沒有,知不知道 是 我真的不懂的,不懂的 我拜了探長為師之後呢 是 都未學到這什麼 探長都是理論的,他沒有實踐的嘛 是嗎?死了死了 我拜了為師 我經常都叫他進軍這個東洋的嘛 是嗎? 他又有這個美學 他又懂得拍,他又懂得燈光 他還可以親身上陣 你想想他一個人可以賺幾份錢啊大佬 自編自然 是嗎?他還有這麼好的才學 可以發揮他的橋段 打燈光 沒錯 我覺得他根本是應該… 收音配上惡也還可以 是,我覺得他應該要自賤 還可以拍P.O.V 是 他應該找他最近去幫人做嘉賓那個朋友 那個朋友呢 那個朋友呢 就姓潘的 他呢 之前呢 就在日本住了很多年 是認識日文的 探長不認識日文 不過呢,那個朋友可以幫幫他手 寫一些自賤信過去 是的 進軍這個日本AV的 認識日文的嗎? 那個朋友 認識的,很厲害的 認識的 說回這個大灣區 還有幾個問題是解決不了的 還有個問題就是 是不是高鐵呢 現在我們香港經常說高鐵 一地兩檢呢 呼一聲呢 好像孫元公打關斗去到紹興呢 似乎呢 現在大灣區還有這個問題在那裡 就不是那麼容易呢 由這個大灣區好像在美國 他說好像跟美國的三藩市的BAY AREA 可以看齊 但是BAY AREA我們都去過 BAY AREA真的一天可以來回 因為它公路網和設施 是真的非常方便 整個融合整個大灣區 它那個大灣區是GULF AREA 但是我們這個9加2 能不能這樣做到呢 你能不能在一天底下 可以搶遊大灣區呢 我呢 都感覺到有點疑問 不是 就算我給你得 我就算我給你得 但是你根本 你的融合怎麼可以拿來跟BAY AREA比呢 人家是一套法律 一個系統 是不是 是一個地方 你這個9加你怎麼融解 你法律又不同 寶貝 你難道你覺得一國兩制還存在嗎 BAY THE TIME 他做到這個大灣區的時候 你覺得大灣區的區長 不會搞到一國一制嗎 所以其實是很實際 他想好了 他升了上神台 其實實際上 全國政協副主席那些位 是SHUDER 真是SHUDER 就是這個 大灣區的區長 因為他升了一級 接著那個限量 就繼續限的啦 不止你買奶粉不買得 你喝奶都不行 你喜歡做奶粉都不行 是啊 所以我們生生世世 都會見到這個區長 689這個惡夢 我們是撕掉不了的 唉 後悔 到上十個 擺明是最大頭毛 你認為689會做這個區長嗎 我覺得會喔 怎麼會這麼大的肥肉不做啊 那你會要選的嘛 你選夠不夠其他9加1的領導選啊 喂 有誰救他屬香港啊 有誰救他愛國啊 有誰有他這麼大的能力可以應付到港獨啊 還有人家是國家級引導人啊 不在 喂 你啊 全國政協副主席都要選啊 不又是選的啊 只有我們身價十倍啊 和你的地方官怎麼可以比啊 不就是 只有他有國際視野的嘛 其他哪有得比啊 不過這樣啊 那區那個首都呢 那個本土呢 未必在香港啊 所以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對手呢 就是廣州市了 廣州市不到你說到市啊 廣州市有它自己的市長有它的政協啊 現在是地方官來的啊 有武力啊 有軍區啊 這麼容易啊 你懂不懂這麼多東西啊 大哥 香港都有解放軍啊 喂 你說 那些是直帝中央嘛 現在廣州軍區 那些廣東軍區是很厲害的 就是不及地頭床 事管理意思 是啊 我又覺得不是啦 這件事我就撐梁振英了 那些人說是全國政協副主席 誰是這個地方官員呢 是不是先 就是大家不要太少看他 二十幾人啊 不過 蛤 不是 不是只有他一個啊 很多人啊 而且呢 二十九幾個嘛 而且呢 二十八個 他怕了一個九字 所以二十八個 但是你知道呢 重有個關係 就是曾經有位叫做令先生 是親信的 都做過這個位 一樣下馬 一樣遭到不測 所以不要這麼看好這個位 大哥大姐 你知道最近呢 有一件事呢 就是這個 武警總司令 兼這個 副參謀總長啊 哦 我聽過 都下馬之後呢 找一支筷子自殺 真是聰明啊 聰明啊 聰明啊 好有創意 筷子都還不行 一支筷子可以搞定自己 為什麼不用刀呢 你監獄裏面不會給你刀 怕你傷害別人 是筷子吃飯給你嘛 是啊 是啊 都很大決心啊 一支筷子搞定 那這個是 你刨尖了它 就這樣刀掉 是啊 是啊 這個呢 差不多是近來最高的一個高官呢 還有一個將領來的 武警的總司令啊 兼副參謀總長啊 畏罪自殺 香港呢 可能不是那麼普遍啦 不是那麼多人知道啦 但是呢 這件事在國內呢 就很多 很多人說起這件事啊 喏 這件事呢 你就不要說 這個呢 就是 沒有因果的 殺人放火金腰帶 喏 是的哦 如果你要說殺人放火金腰帶 他又似乎是的哦 這傢伙呢 1989年某一個夏天的夜晚 OK 他呢 就率領了32支衝鋒槍 是 橫掃天安門廣場 從事什麼呢 冠雲行統 是不是啊 那當年是造就了一班人上了位 沒錯啦 你想清楚啊 除了這一位人興之外呢 還有誰都是因為八九某一個夜晚 從事呢 就平暴清雲呢 發大發 但是最近又拿了東西的呢 好喜歡住四季 經常住四季酒店 對呀 那當季酒店 三季酒店 對呀 這個你真的很厲害 讀這個超字呢 就為超為妙了 沒錯 這個字本來呢 如果是繁體詞呢 就是燒 燒公子的燒 吹燒的燒就是草花頭 是 對呀 就不是足字頭 嗯 是燒公子的燒 啊 都原廟 將它轉為超 都被你說到為超為妙 好厲害 我們當然呢 就很尊重回它的名字 是 是 它寫超就讀超 它不會幫你更正的 哎呀 你做什麼 你這樣很不尊重人啊 你自己可以背棄你的祖宗 是不是 我做什麼有責任幫你 這個認祖歸宗 對不對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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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人呢 一個呢 就在生 一個呢 這樣 那以後呢 就不知道監獄裡面的人 是不是用手吃飯 就是效法印度 這樣 你有本事用手指自殺 這樣 這樣 因為快刺 手指刺不進 蛤 嗯 手指刺不進喉嚨的 嗯 是不是 手指刺不進喉嚨的 手指刺不進喉嚨的 手指刺不進喉嚨就不行 是 它這些就是 哎呀 生又女人死又女街坊 是 它那些 不是roommate 那些room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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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巨文獨立守監的 不是 那不關事 它有這樣的案例 你猜它還不會 引起到其他人 都用這個方法死 那也是 是不是 床單你可以綁個圈 所以巨文 我不知道 巨文說 現在監獄 它不整那些 有東西在天花板上 啊 懶得你吊鏡 可以吊了 三寸八寶 是的 不理你用什麼方法 總之它是要避免你的自殺 是 這裏又補充少少意見,兩位,第一大家如果看過葉德閒女士那套片 發忠情之類就知道原來在監獄中要自尋短見不一定要掛納鴨 原來將床單綁了之後掛在床柄,腳伸直,蓄你死亡也等於掛納鴨不揚 這是眾方言,所以現在床柄都沒有,是膠,床柄都沒有 第二,筷子現在你看到這新聞就知道,但如果在正中開飯堂 沒有去飯堂你派不到筷子,幾十人看著你不是那麼容易 那些塑膠筷子不是那麼容易給你磨尖,不是那麼簡單 真的要你不生不死,不是那麼容易可以歸西,不是那麼容易 不過這個老朋友身高細危,雖然都可以,但我認為有些少少放水給他 有些放水給他,等他早歸佛界,我不知道會不會到輪迴 即是有些我今天怎麼歸佛界? 即是有些硬病,要選擇日給他死 很簡單,即是陰謀論,網台大家最喜歡的陰謀 我們先陰謀一下 我現在常常用這個字,叫被自殺 被自殺這個字用得真是很巧妙的 是不是這樣呢?我都相信陰謀論來講都要考慮這一點 如果你攻出後面的那些人,他真的不想你多幾句 你在裡面被人打,拉得你進去那個,一定是有東西對付到你 你不會無證無句,拉得你進去,就是這樣說 拉掃人可能是,但你拉那些有頭有面,有觀銜的人 他不會真的你沒有罪狀,拉你進去 一定有些東西拿著,撲盡了你進去 如果你一個人忍不住,你把其他人放出來,他死得比你更快 他當然是為了自保,你當然要快點死 那你在外國,李郭文貴,在美國講話 三個小時節目,一個小時都可以打斷你 美國都更常識是這樣的 這個其實很愚蠢,你是要做,你就要Facebook Live 誰要截你呢?你又要上美國之音? 你上去之後,你講到氣肉,然後就馬上截了 他不是說和其散嗎?好像也 是啊 郭先生說,郭先生現在最近又收口了 為什麼呢?有很多人封他的口,大哥 這些人覺得真還是假是第二個問題 你不能夠這麼放肆 連皇上最親密的那個大臣你都 錄到正嘛,不行的 這個郭先生呢,我看呢 雖然在外面,但是呢 都不用很久都收了聲 或者真的永遠收聲的了 郭先生,地球是圓的 洗頭皮,如果可以由香港回到大陸呢 你在美國一樣可以 其實太平洋坐過來就行了 就是了 泰拼來都可以駕駛駛了 你的小航艇會去哪裏?你想想吧 對 對 對不對 好啦,那就是 大灣區呢,大家就不要只想著說 喂,那裏啊 就是根據我們的波叔呢 那呢,就建議就說什麼呢? 他就說,月西啊? 那個樓價呢? 只是我們幾分之一而已 快點去上車啦 甚至是個別的地方是十分之一而已 這樣 會不會住在那裏,但是在香港上班 都是一個想法呢? 是啊 無言啊 我覺得都幾好啊 這個想法 其實這個真是無疑呢 是幫助下一屆政府的 就是幫助一個奶媽的政府 因為你香港那班 知事搞事的港獨分子 你那班香港年輕人 沒有東西做 買不到樓 那些廢車都上不到車嘛 你上不到車 幹嘛呢? 你上不到車你才想要搞事 是啊 你有樓住就不想不搞的了嘛 給你上,但你不要在那裏上去 在另外那裏上去 就是這樣 那早上班就在那裏上車 帶回來香港 是 是 不過我請問我 請問我交通未必搞得那麼暢順 但是你兩位知不知最近沙頭角 沙頭角是將我們中英邊界的重鎮 這個地方的樓都成萬元呎 所以剛剛我看到報紙有這段新聞嚇到我一跳 萬元呎根本不是普通人是可以負擔得起的 就算你是八成的首期 跟著你怎樣供呢 是無法製造得到 所以你剛才說會不會回到去置業呢 你回到鄉下 置業覺得還有幾千元呎的樓 不過你如果去到這麼偏僻地方 我看你每天沒有兩三小時的交通運輸 你都回不到去 即是來回七小時 跟著八小時工作 即是說你用了十五小時 你就算在車裡睡得到 你還慘過回加拿大 日日回加拿大 日日回加拿大 你頂不頂得一順呢 其實很簡單 你想一下 日本政府會不會仆街路跟你說 你嫌關東 即是東京那邊 你嫌關東的樓很貴 你住關西 關西也很貴的 關西有些便宜的地方 或者反過來 你覺得關西貴便住關東 是不是 你住近福島 是啊 你知道吧 日本關東去關西 有些很漂亮的巴士 平鋪的 或者接近180度 日本政府說不說得出 這麼混蛋 人家就說不出 為什麼呢 民選政府的分別 為什麼說不出呢 為什麼說不出呢 是不是因為民選政府的關係呢 真的 哦 我們中國都有這種 180度攤席的旅遊巴 一上去就攤席了 有 是啊 兩層 所以就應該考慮了 波叔認為 喂 喂 不要拿走我 但是問題 波叔自己要搭一搭 那些車不是那麼簡單 說西那麼簡單 而且呢 它熬六七小時 都不怕你骨頭都散 我們那麼老的那些 就直接撿一骨 你們那麼年輕就可能變形 是啊 是啊 Jolene就可能好些 因為她不那麼容易變形 你呢 可能變了型都沒頂 什麼叫Jolene 不會變形我會變形 什麼態度啊 是啊 為什麼我不會變形 為什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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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意思啊 什麼意思啊 沒有意思啊 就是我認為Jolene 就實正一點 當然不是啦 我軟組織比較少 我比較柔軟一點的 要不要示範我 我把腳擺在頭後面 是啊 是啊 所以很多問題 譬如交通問題 譬如生活的通訊問題 譬如用的錢的問題 就是價格的金融問題 哇等等 每樣東西都百物待興 都不是那麼容易 使到這些大灣區能夠 完成一個大統一 都沒有層十八 還沒有一片 是 這部長 為什麼這麼多人 這麼多話先說呢 喂 你又頂了你的肺 如果大灣區這麼融入 融入啊 有時候很多事情 適合他們 一家人就融入了 不適合他們 就像東江水一樣 可不可以收便宜一點啊 融入了 你港東政府市場區為來 可不可以便宜一點啊 是不是 這個是賺錢的啊 怎麼會比你便宜一點啊 唉 我們今天有個話題要說的 就是那個AA制嘛 是不是 大灣區的話 什麼都要跟你AA 這件事呢 要想一下 現在 是不是對等關係 香港和這個鄰近經濟強國 是不是對等關係 是不是我什麼都可以跟你分析 是不是我有了大灣區之後 我們就免費工資 譬如說 對 還有是不是到時候 就是說 我們的貨幣兩邊 都是一比一線 對 當然不是 當然不是 那你覺得 如果真的到時候 我交數了 奶媽說 啊 區長呢 就下訂單 要我推五十萬人上去 這樣 你現在五十萬七一會上來遊行的 那些呢 全部跟我回大陸 送一層樓給你 有什麼都可以 推給你了 那去到之後 你又覺得大灣區的東西 又不會貴回來 它又會保持那個水平 那些樓又是幾千元呎的 那我真的理解不了 就是自由經濟 你要自由時 自由 你不自由的時候 你又喜歡拿著 又說 我不可以要熔斷機制 我又不讓你賣 但是你不明白 你香港的龍門 是要怎樣都搬 就算大陸那些人 怎樣亂射都可以入球的 但是我們香港射的球 如果大陸可以永遠搬到 球員已經進不了 說你講去就是你不會贏 對 沒有可能贏的 這場賽事 是不是 是啊 那我沒有可能就是 學利惠 學利惠 融入 如果有些事情對她好的 那她就是一個兩制 是不是 然後 但是你到時候 如何取平衡 還有一件事 請教Joreen OK 講這個 基本應 規定 香港 還是 國內的大陸法 是不是真的 咬不到啞呢 是永遠 沒有 融合的呢 但是據我 我不認識大陸法 但是據我所知 兩地的法律 本身 又歷史上 那個機制是兩樣東西來的 就是你所有共產國家的 法制 那個根本已經是一個 非常不同的起點 所以其實你是很難融合的 譬如說 你基本法 如果你是讀中文和英文 其實已經是 你會有出入 譬如說英文是 確實很多 是 清楚很多 是啊 你老友陶傑 經常都說 鄧小平 當年說 基本法是寫得 而粗不而細的 到時候 一說到某些位 她說中國法律 她寫到這樣 好像含糊其辭 那你又 好像 又可以搬龍門 是不是 是啊 是啊 那要人大釋法 就好 搞到人大常委 是不是 搞她 搞她都事少 你說鄧小平 買下這個服務 真的很嚴重 因為你的 而粗不而細 你的法律 就是要細 是不是 不會說 殺人一律判多少 那誤殺 他殺 被自殺 就是 很多種不同的殺 是啊 是啊 有爭作權 沒錯 所以你法律就是要細 因為細 你才有根據去判 而沒有這麼多游走的空間 因為每一件事 是有不同的 circumstances 每一個細節都不同 時間地點人物 所有東西鋪排都不同 但是你 你怎樣可以 特別香港 如果說 你說金融 或者很多我們本身 賴以為計的一些 的制度 那如果到達 融合了 到時 到時怎樣呢 那你大陸的人下來 那是不是 又跟我們的法律呢 那麼 不是啊 還有最棒的是什麼呢 最棒就是 它不是只有一個法律 就是說 是這個普通法 和 和這個 蘇維埃法 大陸法 大陸法 就是不是這樣的分別 那麼簡單 最大的分別是 它的interpretation 法律 是啊 就是 解釋權 就是它怎樣解釋法律 就是我們一直講 講那麼久 大家都知道問題出在哪裡 就是說 如果在英國的法律 就是現在我們講普通法 基本法 它是以公義為它的最終目標的嘛 是 沒錯 它不是向權貴 亦都不是向當權者屈服的嘛 沒錯 它是向最終公義的嘛 沒錯 而這個東西是 他們經過這麼多年 它 define 了出來的嘛 但是大陸就是 它寫得多漂亮都好 它這個東西 它知道它是 到時 它是會因應當權者的利益 而有了調整嘛 是啊 所以它就是移粗 不移細 因為小的時候 它自己沒有彎著 是啊 它就是要有這樣的彈性 你很有趣 過來 然後繼續說 是啊 這個就是 一切為黨服務 而這個不是為公義服務 如果對黨不利的時候 就死氣公義都要為黨的利益 要維護著這個利益服務 那所以呢 所以呢 是永遠 在那個最終點裡是爭不起來的 那我也不明白 大灣區將來行什麼法律呢 是不是又要走回去前清這樣 又回去呢 有一個呢 兩個地方的不同的法官 一起審一宗案 但是這樣很難過 自觀的 還是劣幣驅逐良幣的 到時 是啊 沒錯 自外法權 當年有個 有樣東西不好 有樣東西好 當然 英式的法庭 就一定贏的 很少 很少錯 很少輸的 嗯 中式法庭 就不講那麼多證據 不講那麼多個官 說你是就是了 但是將來會怎樣呢 我也想不到 不用簡單 不要說謀殺 搶東西 或者是灑流氓 灑流氓你知道是什麼嗎 是 灑流氓大陸是不需要有非禮 不需要有調氣 這樣的侮辱女性的罪 一條灑流氓呢 可以包含了所有香港這些等等的罪行 一個灑流氓呢 可以最後判死刑的 嗯 你知道嗎 所以呢 所以呢 到最後呢 都不知怎樣 怎樣埋尾 喂 不講這個那麼嚴重 簡單點 剛才次官問我們打麻雀打幾大 對啦 接著問你有沒有打白答 究竟案又如何呢 這個就是白答 究竟案又如何呢 是不是 尋釁知事就是白答 是啊 是啊 已經搞定了 搞定一條罪其實可以很多人都搞定 你現在那些什麼 立法會我班呢 哪用這麼多東西啊 一條搞定啊 而且尋釁知事坐幾年了 他判的時候 在法庭裡 他還可以是密室的 是啊 是啊 他不是直接不對公眾開放 是連你的家屬親人代表律師都可以不給他 全部都是黑箱床業的嘛 是啊 所以大灣區 你去住 說真的 你想想幾年前的一件事 有一個人 他過關的時候心臟病發 有沒有記錯那件例子啊 哪裡 他就是過關的時候 是 他只是差幾步而已 如果是過了來就沒事 但是他還沒過 好似就是說 那些人沒有幫他報999 還是for whatever reason 沒有白車來救他 然後那些人不想理 就是這樣 如果過了香港邊境的話 聽眾如果記得這件事 說回來 如果他是過了邊境的話 香港這邊 那些入境處的人 不會看不到你的嘛 他不會覺得 你是想騙錢 或者什麼 然後就誘惑你死的嘛 但是那個是香港人 他就是歡樂園之後 這個我誘惑他的 就是他回了大陸 然後呢 過境的時候 就是還沒過到香港那邊 就好像心臟病發 還是中風還是什麼 總之就是死了在那邊 那他死了在大陸那邊 還是香港那邊 但是大陸那邊 香港那邊不死 哎呀 真可憐 香港人會救他 但是你大陸 所以就算了 就是這個呢 我們說社會生活習慣 很多東西的處理方法 都還沒磨合得好 那又如何 十或未有一片 一百萬未有一片 那這些部長 局長 這麼早說定 去哪裡 浸溫泉 其實說來講去 有一個目的 就是 香港那些漂亮的樓 越起越貴 所有大灣區有錢的人 就住在香港 你們香港的窮人 就麻煩搬去大灣區 那些卡拉的地方 搞定 洗牌 OK 說其他處 不要多鯿魚 我覺得在我眼中 其實那個 就是這樣 換血 我換一批 上面覺得 香港好處 香港好處 香港有很多好東西 就下來 其他事情 到時才想 總之你們香港賣不到樓 我認為你在香港 可能會被淘汰的一班人 就上去 等你去那9加2 另外這樣 要不要在香港至澳門 把我們的財政儲備 給廣東省政府管 會的 你記得 兩位小姐 你記得 早了幾十年之前 就進行一個東西 叫做西藏大移民 就是說 在西藏的藏民 其實現在 整個西藏治區的藏民 是不是很多的 反而在青海 四川 在鄰近 更多藏民 在真正的西藏 在西藏 就混了很多漢人 混了下去 就是牆住落地生根 但你知道 當年這個藏民要遷去西藏 西藏等地的時候 雲南等地的時候 它是同一個法律系統 同一個機制 同一個政府 同一樣貨幣 都中間搞到很多問題出現 語言文化的問題 教育的問題 都很多 何況 現在香港澳門 和那個九個院 或者市 完全還有很大距離的時候 一早就說了這個大灣區 這個大灣區 成不成事呢 我都說 中間很廢 酬削 很多 酬削 怎麼搞得它磨合呢 為什麼要這麼早 已經說定 爆定 響效 未夠2047已經說定 2020也未到 不要緊 我告訴你 很簡單 就好像那時候幾個project 今次不是第一個 我數不回 記性不好 但是之前不是說 深港同盛化的 一小子生活圈的 又說 在大嶼山建的購物城 給那些自由行來買東西 全部沒有了 沒有 他做了一個題目 一個名目 大家就成立一個研究小組 接著就撥款 撥款研究 大家考察一下 對 搞了一下 接著又沒有一件事 為什麼沒有一件事 因為那些人又轉了 有些人又死了 有些人可能進去玩筷子 什麼原因都好 搞了一下就沒有一件事 但是呢 他無論狼來了幾多次 都總有一次為診 希望不是這次 不止一次的了 這次也不是第二次 如果聽眾很記性的那些 知道之前發生了很多次 是的 是的 我也記得 但是呢 我就說不回那些名字 但是 不會這次 中藥成呢 你記得嗎 中國成 中藥成 中藥 哦 中藥成 中藥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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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中藥成 中藥港 這些什麼 什麼說什麼說呢 真的呢 當年眼花撩亂啊 沒有樣成啊 是 中國成都不成 不要說中藥港 中藥港 不是就是地產港 都成為了 這個就很成 是啊 這個就成 這個不用你搞 他都成 本來已經是這樣 就要 是 所以這個呢 這個 總不知怎麼埋單 我也想不到怎麼埋單 真的呢 交了給 如果這個是一個任務呢 當然呢 你記得 有一個大西北進軍 帶了些有錢到大西北 準備投資 是 你知不知到現在 有幾多在大西北 真是資業開展呢 我看都很少了 是吧 一帶一路就講了很久 現在有幾多人 真的申請到一帶一路的錢 去那個樓學呢 我都希望在立法局查一查 就是之類之類 就是講呢 就有很多支票開了 實際上呢 就是正如我們 我們剛才談 不是很多實行到的 不是 但是他這些 都要向上面獻尾啊 就是自我閹割式的 在那裡講很多話 就好像講到 你看我們多愛國 我們多想融入了一個 投入了一個懷抱 那他就好像 你看我 我是在為國家做事的 我不是只眼界 只是放在香港 你看我是 放眼整個三角洲的嘛 老實說 但就算是這個層面 都是講的空狠 做就做什麼 是不是 黃議員 老實說 真心那句 其實中國是不是真的 地大默泊 是真的 它是不是真的有櫻花 是真的 有沒有溫泉 有 是不是 當年楊貴妃浸什麼 難道浸屎水嗎 都是浸溫泉 現在的可能是層面 對 有的 你要什麼 你要從路 大陸都有的 有 你要牛肝菌 你要 紅酒 紅酒 都有 現在的 你說得出 你要有 它都有 真的應有盡有 而最趨漲 全球佔98%至90% 是稀土 全球 最多 中國 其實 真正是地大默泊 真的是 富有天下 你要文化有文化 天然資源有資源 你要什麼都有 天然氣什麼春都有 除了鑽石之外 藍寶石也有 翡翠大把 白玉大把 你說得多 什麼都有 唯獨是什麼 你信不過 對嗎 我有都不能跟你分 他們有錢一點 我有溫泉 我做什麼 我要他們常瓶浸 欣平的溫泉 第一 它不是真的溫泉區 我要浸 說真的 我也不爭 再貼多一點 去日本 日本現在的機票 不是那麼貴 日本有些溫泉都不是真的 台灣也有溫泉 日本有 不是真的溫泉 但是 我起碼知道 那些大嬸大媽 不會一邊浸 一邊搓腳皮 一邊吃橙 一邊搓架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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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的水 那邊的水 那時候說有人上大陸 不知道浸那些什麼 然後用毛巾 然後下面都生光 那樣 我覺得這些 也是 生光那些 那些 可能是別的原因 本來都有 別的原因生光 對 歡樂園那些 可能生光 生到菌邊 但是 現在 都不肯去面對 那樣東西 就是 沒有人信得過你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 信任機制 這件事 不是在華人社會 不成功 你知道沒有大陸人去的地方 甚至台灣都可以 住民宿那些 日本也是 他擺一盒 那些 Nespresso 茶 抹茶 糖果 朱古力 全部都放在那裡 就是跟你說 一個 就可能是 100日圓 或者150日圓 你三間半夜 吃了多少 他不知道 你有沒有放在那裡 他都不知道 但是 說上字 你高度文明的地方 北歐 西歐 日本 台灣 台灣 是不是中國人 是 是 文化上是 不是 香港人是不是中國人 是 文化上是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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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已經開始有同 你有沒有聽到這個禮拜 有一些 旅行家說 譬如說 有些人都很怕香港遊客 去到日本人 有時對 我們香港本地 有些遊客去到外國的印象 都不太好 所以我去到日本 我是要很 就是我平時這麼長禮也好 我去到 我是會很客氣 還有我會很斯文 我是會 不出聲 你以為我是日本人 就是要確定我不要丟架 是啊 如果那些人說 你說要從香港 你不只是丟你自己 你丟你父母 是啊 因為這些家教 最重要是先家教 才是看你從哪裡來 是啊 所以你出去 你出去 其實我去日本幾次 最近半年 我去了三次 你真的見到 我每次在新宿街頭 你後來一聽到匪話 我就說 你後來 心想 國壽家恨 啊 仆街 是啊 南京大屠殺 啊 仆街 就是這樣 所以 我覺得 你是要誠實的 你就不要說 你一邊反日 一邊用來買東西 其實我們要求是言行一致 為什麼這麼難 動物做到的 動物沒有問題 是言行一致的 反正你大陸人做不到 沒有啊 那你在外國讀書 你所有高官 就算是香港的高官 那些子女 全部都去了外國 但是有時候一說 又說說到外國 你猜貴老好嗎 你猜什麼什麼好嗎 就是 八個聯軍那時候怎麼樣 然後你一去到 你又不是幫 你又有些人跟他說 你不是幫外國公司打工 然後他很理直地跟你說 我身在草刑 心在汗 他不會這樣說 是啊 他不會這樣說 你心想要你拿尾吧 哈哈 不過呢 兩位小姐 我又講講我 在加拿大的見聞 你看 好啊 這個呢 剛才你講的那些 是遊客 或者他們丁紫尼花的人 身上大部分出現這些行為 因為我是看不過眼 但是如種民的人 比如那些高官 或者那些富商 或者那些人 有機會 甚至有些不是很有錢 移來美加 定居了之後 那些人的生活行為 又不同了 在那些來花錢的人 他又企理很多 家裡是撿得清楚些 乾淨些 倒垃圾又不會亂來 跟回這裏的秩序 分類垃圾 哪日倒什麼垃圾 怎樣倒法 哨水怎樣拿出來 全部跟足的規矩 這個奇怪 就是為什麼那些人 花兩個湊錢 做遊客的時候 就放了屁 什麼都敢做 但一經被他說 進來做移民 他整個人轉了台 又會跟回人好 好地方 好工作行為 這個完全 我們只能夠相信 我老友陶傑所講 那些人的勞性 自己截墮 真是截墮 那些中國人 有很多是這樣的截墮 為什麼呢 因為他恐怕 或者味外 或者畏外 很害怕 我都是餵到味 是很害怕 因為你倒垃圾都不清楚 就隨便 第一個垃圾先生 就不會跟你清理 滑之你吐 第二 那個市政局 就會馬上走來 將你棍 你可能受罰 很貴的 罰到你就不是講玩了 你罰你都不聽話 就強行有人來送你了 我記得有一附人 是門口那些 呆固草地不剪 超過六寸之後 政府來幫你剪 後院就沒有你扶 前院幫你剪 剪之後給你一張單 你拿來命 你不給嗎 你將來交地稅 你就結了 你是觸發刑事 所以很多時候 很多事情看完之後 你覺得 是 真的很噁心 還有 他們 不單是做出來很噁心 但因為他們很想現實 你明白嗎 人家有法律的 你被人告你會罰錢的 他不覺得好漢不吃眼前規 那你是要告我的 是啊 沒錯 好漢不吃眼前規 我被你告 我要罰錢 我又不知道頭不知路 請個律師來 我叫他幫我擺平 可能律師會跟你說 喂 你是做錯事 和你打不甩的 哎喲我不管啊 我在大陸都不是這樣 這裡不是大陸啊 大哥 對呀 對呀 我跟這番話 我聽過很多人 對呀 講一下 那他不是明白的 他就是覺得你根本是贏不到的 他不會打沒有辦法的仗 他欺負不到人的時候 他不會欺負的 他欺負不到你鬼佬 欺負不到你鬼佬 欺負不到你那邊 一些可以執法的人 那又買不通你 那他便就犯了 如果可以用錢解決 自己做多一點點 他便做了 所以便說 那什麼賤格 underline 改不了吃underline 就是自己套進去 什麼改不了吃什麼呢 喂 他不是就是有今生無來世 那一個概念嗎 就是想著 喂 我去到日本又好 和花錢和宗室大野 這樣 那他 喂 他不需要找數 他不需要找數 就是說 我弄到周圍很髒 我弄到周圍都是 我弄到周圍都是 我塗鴉你的牆 我走了去沒有事 是不是 他便回到大陸 他追不到他的 但如果他在加拿大住 在美國住 那就沒得到 大哥 人家隨時走過來拍門 把你趴走 是不是 他就是要面對後果 不用面對後果 那一刻已經出了真章 人要免樹要皮 他也不用皮 拿跑都行 這個很有趣 他們平時是沒有羞恥心 但是可以到外國 就會有羞恥心 如果他是被外國人羞恥 他就有羞恥心 給自己人羞恥 他不當是羞恥 他當你是發瘋 是的 我看不少 特別是 這十年越來越多 這些 學生也好 什麼都好 據我所知 有些人過去 可能以前 我聽人家說 有些留學的 香港人都有的 請窗做功課 但是 底下那一層 就不是覺得是OK的 不是正常化了 但是這五六年 人家當生意 澳洲被揭發 有一個女生 一年做二十萬澳市生意 就是跟人家 接合一些 找槍手 幫一些大陸學生 請窗做生意 都是這樣 香港有 當成一門生意 有些人會覺得 什麼 是這樣的 不請窗問誰做 我又不是很會做 已經是正常化 我知道 我不用去抱 我過來不輸的嗎 我包包又來讀書 是這樣的 我在大陸也不想自己讀 我來也要讀 是的 沒錯 就是那些賊佬邏輯 這個 是真是 世界沒有 只有我們的同胞 只有這個賊佬邏輯 好 還有半小時 說一下 那個題目 我要說 有一位聽眾 伊因旺 說次官說話最精彩 識貨 當然了 難道我和早安 兩個加起來 會好聽過次官嗎 不是的 女王都好聽的 當然次官好聽 是不是 多謝 我們要加油 多謝 兩位 兩位都是 在我的生命裏面 都感覺到 是說話很好的女士 我都接觸了很多女士 跟我一起說話的 這兩位 真是 可能次官 你和你說話的那些女士 是說其他事情 不是 那些都是教授 博士來的 沒有你兩位 這麼風趣 這麼多學識的 真是 我三生有幸 次官你偏心了 因為你喜歡我的貓 你才這樣說 是 我只喜歡你貓 我喜歡你兩位的靈魂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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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特地是說靈魂 因為我被偽了 不說肉體 OK OK 我們怕得到的 我們怕得到的 那講到肉體 一定要講講講講 這個港式拍拖 這個港式拍拖 真的是畸形的 為什麼呢 因為呢 之前在我那個年代 在我那個年代 拍拖 只有兩件事做 第一件事就去看戲 第二件事呢 看完戲就去喝杯奶茶 我就不信你這麼順情 我那個年代 我那個年代就是這樣的 不是的 你那個年代表面都看不太 我那個年代 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呢 拍拖呢 就是看戲 看西片 我記得了 嗯 看齊瓦哥醫生 如果你有三個女朋友呢 就看三次 四個女朋友就看四次 看到識背了 大家都要看 是 九龍就去樂宮戲院 難怪你做編劇啦 是啊 原來你那個時候 經常帶女兒看戲 經常在那裡套你出來 你可以做導讀 是不是呢 是啊 沒錯 導賞 是啊 之後呢 就可以跟她講回戲文 嗯 就講回這個齊瓦哥醫生 如果不是呢 就講這個 這個 香港呢 就去 你鄉歸附近的那個叫做 美麗宮 是吧 白麗宮 哈 這是誰啊 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是 是不是叫白麗宮啊 不知道啊 真的不知道啊 Palace 你在Eccelsior附近的 現在呢 沒有了 沒有了這家 可能你未出生 是 時光倒流七十年 嗯 那個男主角都跌落馬都散了 是 那個女主角 現在呢 就好像不見得人那樣 當年是世界絕美的 那 講回是不是A仔呢 絕對不是 是 因為當年呢 我們做男性呢 那三個幾人錢呢 一對方張飛 現在的麗宮 現在的麗宮沒錯 的麗宮沒錯 就要出賣的 沒有說回來呢 問問新大首犯 呂王麻煩你科分AA制 沒有的嘛 嗯 喝那杯咖啡 雖然過幾人錢 但是都不會問他拿回來的嘛 所以呢 在那個時候呢 男性呢 是很豪的 還有做得 做得 做得 要做出這樣的 這樣的 姿態呢 你才可以 有資格去請個女生 不是 但是 次官啊 這件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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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女兒上AA 就是兒子不上 之後搞到 喊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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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及其他網台的 OK 好多人呢 絕大部份 包括Facebook洗版 是 包括呢 我們熟悉的幾位朋友都是 是 在節目裡面呢 大大聲說呢 就說呢 是條女兒不肯AA 即是女事主不肯AA 這樣呢 都未搞清楚這件事 未搞清楚這件事 未搞清楚這件事 就已經呢 先入為主 是呀 將她自己呢 我講難聽些 將自己的自卑心呢 套下去呢 就以小人之心 就量別人一個不懂的人之福 就所有香港女生就是港女咯 是這麼簡單 所有港女都是貪威識識的 所有港女都是沒有二千尺 沒有高潮的 是呀 所以 她用這樣的邏輯才能解釋到 她自己是一條毒林 你明白我想說什麼 是呀 是呀 如果她認識了一個女朋友呢 那個女朋友呢 就不是的 全世界最好的女生呢 就被你認識了 是呀 是呀 因為這樣才可以獲得她 是呀 那條女兒釋貨 是呀 她也釋貨 肯和她捱窮 喂 早幾年你們記不記得呢 有一個 有條片在YouTube爆紅 肯和你吃麥當勞的女人 是呀 肯和你捱麥記的女人 我自己也吃麥當勞 一起跟你吃什麼 不是呀 還有呢 我自己吃不吃麥當勞 是我阿姐的事 是呀 你一個男人 要一條女兒陪你捱麥當勞 你有沒有大志 你有沒有知識 是呀 大哥 你看都看 你想吃什麼 我和你吃什麼 你看自己窮了一輩 你看你自己 永遠都是 只能吃麥當勞 你老母 你真的不要想拍拖 你不要想結婚 你千萬不要生一件 還有可能女兒都會覺得 那我請你吃吧 不如 我不想吃麥當勞 不要理你女兒 你兒子的心態都很有問題 對不對 我作為飲食業的從業人士 是 我自己有一間私房菜 這樣說 我可以很肯定 喂 不要喝你媽媽的東西 我可以很肯定 我可以告訴你 最肯吃東西的是女兒 和大陸人 兩種 你不要以為 是兒子追女兒 最用心花錢 最肯吃 不是 反而是幾個女兒 來吃飯的那些 最肯吃 例如 阿嬉我 就整天夾小玻璃 早年 去吃飯 接著 哇 片皮鴨一隻 我們兩個人 這麼厲害 清炒河蝦人 不是那個鹹蛋王蝦球 叫一桌子 很重 很重 然後Jolene就說 哎呀這餐肯定很貴 接著 我的反應就是 求能其 有得吃 好吃 阿嬉人生已經沒有什麼可戀 沒什麼樂趣 我已經沒有什麼樂趣 你給我吃 辛苦找來自在吃 對 女兒是很肯吃 很肯吃 我們又拆得 我拆得到你 你不是我 我是大胃王 我都吃很多東西 大家看不到Jolene 我形容給大家聽 Jolene是一個 白白正 沒有咳咳的 高高瘦瘦 五呎七 皮膚很白 我繼續形容你的 頭髮去到肩膀 五官端正 非常清瘦 她不出聲 你以為她不說粗口 她出了聲 說粗口 你覺得很精彩 其實我很斯文 是啊 哎呀 那個聲音又好 不是的 說我做錯 是說很順意的 是的 她的樣子好像很純正 很容易被人騙 很容易騙人 對不起 對不起 是的 是的 又說回來 這個就是 春語 呂王 我同意你這樣說 春語 很大 中出語是什麼 哈哈哈哈 最主要是 自大和自大和自卑 聽不清楚 事官再來一次 聽不到 剛剛沒有了 是啊 最主要是 來男性中心的 自大和自卑 兩大的狂妄 那我就 用這個狂妄呢 她覺得 任何事由我主宰 即是說 我在一篇文章裡說 這個有個名詞 叫做埋單權 因為埋單權 表現她一個權力凌駕於對方 我舉一個例 你聽 我有個老友 這個老友 我跟他吃親飯 你千萬不要跟他爭埋單 我跟他爭那一次埋單 我靜一靜一出去埋單 我知這個老友 見到我張單之後 第一個就罵 他不罵人的平時 很好人的 很好先生來的 罵到我一直劇 說我怎麼給那麼貴 第二 他拿那張單 他自己叫部長的經理過來 於是道長 對不起 對不起 我再去埋國 減了一半 以後 他生氣了我三個月 那次埋單 生氣了我三個月 就是我不給他埋單 我強了他埋單 埋單權 是一個權力的支配 即是說 這個世界你吃我的 你聽我說的 我凌駕你的 暗中在潛台詞裡面 已經講了這句說話 現在很多時候 男性跟女性埋單的時候 就是潛伏了一句這樣說話 對 是啊 埋單權 這樣 A制 A制是說現代公商業社會 大家各取所需 各付自己那份 其實是一種虛偽的感覺 女性不讓你男性中心的人 說完事 我為什麼要給你凌駕於我 其實是無所謂的 誰凌駕給誰都無所謂 大家那一餐玩得開心 吃得開心就算了 為什麼要利用埋單 來表達自己那種尊貴 還有那種博霸 這個呢 我就 就是很大的惆悵了 就是這樣 不知道你們兩位怎麼看這件事 我更加麻煩的地方 就是一班人 男的為主 一窩蜂這樣衝出來 拆不切那隻 她說一定是女兒屈她兒子 然後她兒子不拒 所以就大打出手 說真的 老老實實 以我所知的港女 就很要面 是啊 她不會不肯夾的 她之後會拆你一回事 你再約她 她不會拆你 你發訊息她不肯夾 OK 接著呢 在Facebook上不肯夾你 都還可以 但那一下她一定會跟你爭 她一定會給 她不會呢 你跟她說多少錢 她不給 不會的 如果你真的熟悉港女 還有港女那種高傲 要面 不衰得 是不會這樣 還有我覺得始孤說得很好 就是說 誰買單 誰喜歡買就誰買 是啊 你們兩個都舒服 喜歡AA的 就是AA 如果我是不是的 我喜歡一人請一頓 就一人請一頓 最糟糕的是什麼呢 就是 兩個根本答不到共識 答不到共識才是問題 那你們兩個 為何吃飯之前沒有共識 是啊 為什麼 沒錯 談好了才吃飯 說實話 說實話 這兩個 的例子很好笑 為什麼 呢 他們兩個是約了 一起進去那間餐廳 就不是說 那兒子選了一間餐廳 跟著就跟那女生說 我現在在哪裡 你過來 不是這樣 又或者不是那女生 就選了那些 三星米之年 四五千元買單一位 然後呢 叫那兒子過來買單 也不是這樣 是兩個一起走進去 兩個在網上聊 是 那兒子是賣遊戲的 是 那女生就說 我幫你散貨 我們拆涌 所以其實談生意 不是一個 date 對 說來講話 就說完事 分分鐘 我不認識當時人 我只可以猜 那可能只有女生 想著當生意談 是 那我不想你有什麼遮想 那所以呢 大家談生意 有就做沒有就算 均真 對 就拆了 那兒子就可能覺得 喂 我想有下文 嗯 那你落我面 現在我說請 你認爲阿叔請不起啊 是 這樣而大拿出手 說真的 那女生呢 唯一做得不好的地方 你覺得是什麼呢 你就是走過去 是 他要請 你給他請 之後就閃了 是 但是呢 就是什麼呢 就是他放下了錢 他拿了五百元出來 張單是二千多 是 我看過張單 是嗎 但是那個女生 不知道為什麼 拿了五百元 他本來肯對分 但可能他後來死不肯收 那我給少一點了 看你肯不肯 或者怎麼樣 那男人是撕錢 是啊 撕啊 在他面前撕了一張錢 喂 錢來的嘛 為什麼要撕了他的 真問 好man啊 對呀 好帥啊 錢在心裡 我撕了他 張活友 張活友 張英 吳楚凡多 賺錢 答我 我就撕給他看 我還想 他不是看過 現在不輕用的了 還有我還有一個問題 想兩位分析一下 我認為無論如何 你怎樣屈辱 你怎樣受欺凌都好 男人不能動手打女人 也不能任何方式來罵女人 只有最不喜歡 我覺得最多是偽的女人 或者是指桑馬懷 罵其他人 其實是罵老婆 罵女朋友 我都不會直接打他 罵他 因為這是男人的風度 你既然看到自己是一個男性中心 或者你自己覺得自己厲害了 你幹嘛要出手 一出手 就馬上把自己降低三等四等 變成一個粗人 變成一個壞人 賤人 就何必這樣做呢 所以我看到他的身份說 大打出手 我覺得這個 真是一個 真是 不懂得解釋 因為你動手 你男人手 都是藍色 很大的羞辱來的 怎能夠打女人的 我真是不明白 我想問你了 Jolene 你有沒有試過 兒子約你出街 即是約會 是跟你說明要A.A.仔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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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定是男生 就算是外國 就算是鬼仔 他都是 這個是會 你一打Google Who should pay on the first date 那很多人都是說 如果那個男人 insist 你就給他付 但是如果其實是 熟的男生朋友 當然會A.A. 或者你請我生 但別人不是跟你有什麼 但如果真的是約會 那男生比你很正常 可能你到達到有3rd 或4th date 你喜歡 你就建議你想給一次 沒有什麼的 其實 這就是我和你同一個 解釋 就是如果是約會 就是一個 Romantic的 就是一個約會 一個約會 第一次約會 約會就不是 我和Jolene 這樣叫約會 或者我和次官叫約會 而是男士對女士有興趣 對 約你出街 約你出街 而是一個Romantic pursuit 就是說我想追求你 我想跟你有一個了解的機會 這樣 這樣 那是會 那個男士Pay 是的 那個男士會選擇地方 是的 然後他會來Pick you up 帶你去吃飯 以前的 很多學問的 如果有些人是想說 怕大家一個約會不好 他會叫你喝 Let's go for a coffee 這樣容易可以鬆人 是 就是有幾多層次的 但是不要緊 我們喝咖啡 吃lunch 吃brunch 或者是吃一個比較 formal的晚飯也好 如果是第一個first date 那男士出 是沒有問題的 那如果你真的有第二次 有第三次 到時你才可以說 不如今次我出 那反而其實是好的 別人會推薦你這樣做 因為這樣 讓他看到你 都是有誠意 對這件事 你不是說 你叫他出來吃飯 我才知道有免費的食物 那就出來吃 就是一個訊號 告訴男生 究竟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興奮 或者你是不是 拿得女人 也要有女人的風度 不要說男還是女 先 引於人之間 你都沒有理由 每次都白色 其實我覺得聰明一點 聰明一點 就是聰明一點 你如果去約個女生 你推薦個地方 如果女生覺得便宜 那她會不去 是不是 但你又不要選一個地方 是貴的 你自己其實會負擔得很辛苦 就是你難道去到餐廳 你又說 要限制 我們每人吃個湯好了 這樣 你不會的 大哥 那你要給別人叫 那如果你約我 都可能好些 你約了這些大混蛋 告訴你 你神經病 你神經病 你吃東西才最貴 不是 她是很差的 我差的 是 我也很差的 我一個人送 十八九十六十 你行不行 你行不行 不行 我真的不行 現在 你請個女生 如果你打算追求別人 說白一點 你打算追求她 這樣 你就預計了磅水 老實說 為什麼 很不公平 關你相向 我告訴你 不要跟我說這套 浪費夠氣 為什麼呢 兩夫妻五十幾歲 離婚的話 那男人隨時 找個細節一半 是的 女人就沒有了 女人吃得了 五十幾歲 她可以 到尾尾都沒有 不會再有第二春 第一 男女是不公平 我不會跟你說 女權至上什麼都公平 因為我並不是這個主張 浪費氣 香港社會更加殘酷 過了三十多宗旅 女兒 不要緊 不要嘆氣 寶貝 我經常都說一句 你知道嗎 女人只有漂亮 從不漂亮 沒有老不老 只有騙 這些是騙你的 五十幾歲都還騙 有的 關芝雲不騙 有多少個 劉嘉玲會騙 看你自己保持不住 關芝雲夠單身 羅琳 我敢羅琳不同 對 剛剛 女人只有小 五十歲還不是老 五十歲現在是很年輕 你問師傅是否騙唐 看到羅琳是否騙唐 騙唐 騙唐 但是羅琳會不會騙唐 關芝林喜不喜歡 都可以看得下 劉嘉玲呢 直接騙唐 中初行 我喜歡紅 中初行喜不喜歡 這個是我心目中的女神 也是我心目中的女神 聽不聽到 五十歲都可以 但是要保持這樣 所以只有漂亮和不漂亮 說回來 就是 第一 對方是否知不知道 是否要求她 很明顯這對大打出手 就不知道 要不是喝大了嗎 對 喝大了當然 怎麼會打架 但是 兒子是不是在網上討論的時候 已經知道 女兒 咦? 有心懷不貴 是的 就想著有意思 女兒知不知道 如果女兒知道的話 她是會讓你請的 但是女兒如果不讓你請 其實那一刻你就應該要自己知道 什麼意思 那兒子可能沒有聲音 是的 那你就不要覺得她內臉 她只不過是跟你說 I am not interested 其實已經給你一個下台階理 是啊 又跟你省一半錢 就是了 你既然都不會有什麼下文 那你就 你就收了那一半它 你又要覺得沒有面 是不是 這個 這個多Q魚 啊 魚等等都很好 B the way 是啊 是不是 都Q得很好 什麼 所以今天你們兩位親身出來講這件事 我聽那麼多覺得最順意的了 哦是嗎 我聽過和看過很多 無論你罵男方或者罵女方 都是有她自己的男人或者女人中心的立場 她不是個忠肯 她不是個忠肯去評定的時候 看不到這件事的關係 而我又說回 如果你是男生 又說回 提示 給毒癢的提示 你要混一條女 譬如舉例 你混我 大排檔都可以的 如果我喜歡你 我會跟你去 沒問題的 其實女人就是 那你就請了 你選擇的 你要記住 你的自主性 就在於你選擇的餐廳 你選擇的地方 如果你是入到一間三星米之年 一星兩星 你是會肉痛的話 西餐最重要的是 酒很貴 中菜你就不用太害怕 中菜你分分鐘不用喝酒 或者你自己帶酒去 還給開瓶費 西餐很癌 隨時只是幾千元在酒店裡 你混我可以開大排檔 但你混Jolin 又什麼? 混Jolin 因為這一個這麼美 這麼高貴 五呎七八八正的美女 還要在一個不離地的中產 還要是法律系畢業的 你哪裡找 就要自己衡量一下 不要太便宜了 好啦 你也要儲很多錢 才帶她去吃飯 我現在沒有話講 我回來 我都準備了 請兩位吃飯 表現我對兩位親密一點的態度 不過我這個機制是壞的 我可能要先退出 時間都差不多了 剩下5分鐘左右 你們繼續下去 我這個機制是斷線 不知道為什麼會斷線 你們兩個撿起來可以嗎 可以可以可以 下個禮拜見 下禮拜見 星期日 明天你 明天我 好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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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說毒倫的故事 如果女生那方面應該是怎樣 就是兒子問你 約你出家吃飯 你可以直接開口問他 Is it a date 是啊 你直接問 不是 但女生很含蓄 含什麼臉蓄 合不來想 是啊 你直接問他 instead a date 如果兒子說是的話 你就不要推薦地方了 千萬不要這樣醜 我以前 二十多歲的時候有些朋友 我跟他兩個女生吃飯 吃10元的雲吞麵 那個年代還有 很便宜的 不是平時那麼便宜 特地做特教的什麼下午茶事端 十元的雲吞麵 領茶也不賣 就這樣吃碗麵 但跟兒子去吃飯 很貴都吃 這些不是樣貌 說真的 這些是很噁心的 但如果那個男生 不論你喜不喜歡他也好 他約你去 date 你給一次機會 不要緊 吃飯 沒有人叫你跟他做什麼 吃飯 你給機會聽他說他的故事 聽他說一下 你可能學到東西 你可能會覺得 又上了個課 還有有時不只是這樣 我覺得有時 如果對一個男生有好感 因為好感 你真的開始對他真正有興趣 可以考慮會不會發展 又是另一個stage來的 如果你是跟他吃飯 可能你跟他吃那頓飯 有時有些人看起來不是怎樣的 但是你跟他吃那頓飯 他在說話 他那種動靜 他的學識 可能他會吸引到你 那你又會有另外一種感覺 但是你不吃那頓飯 你會不會找到 人是真的要坐下來聊 多漂亮的男生 多漂亮的女生 都好 坐下來聊不到 你好像以前的陳冠希 那麼英俊 都沒有用 探長有一個形容詞 他就說 好像 A rest in pieces 是 蓮詩亞 蓮詩亞 他說這些人坐在一起吃飯 都嫌他坐在一起 直接上房 這個就是探長的說法 我29歲半 多謝你 當然 是不是很像 29歲半 我10年前 就先了 屌你 我是杯胎 我保持得很好 我們有做瑜伽 繼續 說回來 女生 男生約你 你直接問他是不是約會 是 如果他說不是 當你是兄弟 當你是朋友 你說你想吃什麼 是 大家AA行不行 你便解決了這個尷尬 當然 譬如像女事主 你說我們是不是先談生意 我們不是當約會 那我先說 我可以嗎 你便說得明白 其實有時候有些事情 你只要用一個很平淡 很matter of fact的語氣 說其實已經不是 還有現在還在什麼年代 什麼年代 對不對 不如這樣說 有什麼難為成得過 大打出手上報紙 是嗎 對不對 你便說清楚 matter of fact 照說出來 是的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你喜歡兒子 不喜歡兒子 都好 他約你 你知道是約會 你給他選擇地方 他帶你去吃 吃完之後 喜歡再下次 再下次 跟著你要表達你的 appreciation 你可以買一條漂亮胎給他 是的 你可以買Cuffling給他 如果他穿西裝的話 是不是 或者你可以 如果你覺得 It's time to take your relationship to the next level 是的 你方便他去你家裡的話 你不怕會發生什麼事的話 你就煮飯給他吃 其實很流行的 很平常 但是香港 你知道香港不同 香港有很多 我坦白說 土地供應不足的問題 我覺得香港很多女生 都不太懂得煮東西吃 哎 不是那次女王那樣可以煮的 不是那次我們兩個 想得一首孝妻 是的 我也能到幾首小桌 是的 早點煮東西很厲害 真的 所以就是說 你不要讓他去煮 他沒吃過 這些social etiquette 叫做禮儀 禮節上面的東西 知道 你說多一句 不會死 好過我們賤到 是想報紙 大佬 OK 好了我們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是啊 不要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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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姐還沒說完 斬我們就走了 OK 我們現在唱 什麼歡樂 今宵再會 各位觀眾 晚安 等一下 等一下 明晚如是我聞 就又是我了 大家這麼久不見到我 又見到我 又見到我 還要連續見兩晚 明晚呢 我想了很久說什麼呢 我就想著說 跟很多人都識識相關 希望聽著的人沒有反 也希望你身邊的人沒有反 但不幸運 其實很多人 身邊都有人 是有癌症的 OK 我就想說癌症的 叫做出世佛家的看法 因果原因 是 和入世的解決方法 就是我不是醫生 OK 但我會講 因果 亦都會講飲食 和醫療的不同的 alternative 就是不同的另類選擇 OK 好嗎 明晚11點半見 記住大家準時收看 拜拜 拜拜